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变农民的耕作观念成为一个难题 科研事业困难重重 三农取营会 本期为您讲述 农客人傲慢 守护黑土粮仓的心路立场 云天画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那一堆 白号切白号那一堆 二杠 你看这都二杠十一 这一个都有 二杠 一杠五 水的数据收集的真的是很不错 这些瓶装的水 是一种叫水时宜的仪器收集来的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监测不同黑土地块 受雨水冲刷的流失情况 通过对比这些水样 科研工作者可以直观地判断出 每一块黑土地受雨水侵蚀的程度 你这种数据就不能要再排除这个 要不然你这种数据是咋来的呀 你就是分析不清 就把咱整个这个效果就剪一下了 来的话我就看去年数据 去年数据感觉怎么差异这么大呢 然而原本可以收集八瓶水样的仪器 却只收集回来一瓶水样 这让科研人员一时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一次下雨之后 这是咱传统的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就每一次它都收集这么多水 这样一个情况 它叫敖曼 主要从事黑土地的保护性耕种 及玉米栽培育种工作 在黑土地保护方面 有着十多年的经验 经过认真比对 敖曼推测 这组水样的错误数据 可能是水石仪器的 非正常工作导致的 水石仪器布置在了 传统耕作的地块 由于2022年雨水量大 玉米出现了倒幅现象 这不仅影响了玉米的产量 也让敖曼他们 下地查看仪器工作状况 非常不便 即使做了标记 也很容易走穿航 经过查看 水石仪器工作正常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原来这块地采用的是传统耕种模式 黑土落露在地表 下大雨的时候 地里水流量比较大 冲击下来的干草堵住了 仪器采样的进水口 后续的雨水便不能流入仪器 进行采样 如果某个人他的岁月高了 你要及时告诉他 他是标准高了 不是他做的不对 明白明白 把标准降下来就好了 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这岁月才能做准确 敖曼 2012年博士毕业后 加入到中科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玉米学科组 除了正常的育种工作外 他大部分时间 也都穿梭在田间地头 指导农户耕作技术 向农户推广保护黑土地的理念 长期的田野工作 即使有这样貌的防护 皮肤也是常年呈现古铜色 刚来的时候不太适应 因为毕竟就是 没有这么深地去接触这一块 而且其实说实话 就是做农业嘛 长期地出差 然后长期地在地里 然后就是来回地穿梭 夏天的时候温度也特别高 然后你要做一种 还有收粉各种事情 所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也不是特别适应的 欧曼所工作的这片黑土地 有着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 全国的粮食 每年三分之一从这里调出 像这样的黑土地 世界上也仅存有三大块 总面积达400多万平方千米 其中109万平方千米 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 但黑土耕地面积 却只有2.78亿亩 它的稀有程度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耕地中的大熊猫 它那地方黄的地方 那是我没招了 给地形扔出来 然而这块被誉为 大熊猫的土地 由于长期过度开发利用 再加上气候变化等 多种因素影响 正面临着不同程度退化 这基本就能看着了 这个高度差 你看 拿一个那啥 拿一个小柜小尺子来 这就能比出来 你看 基本上就能看出来了 那边不有结杆吗 就这么风这么推过去 然后慢慢到那结杆 就越积越出 把玉米地高上来 让花生地露下去 就都是这样 以前你都说变薄了变薄了 你没有太直观的感受 当你直观地能看到它的时候 你知道原来 已经流失到这么严重了 这么一下子就能看到它了 你就是挺震撼 然后也觉得挺心疼的那种感觉 每一个地方就是土壤的退化 都是不太一样的 整体上来说 它是逐渐的 就是变瘦 变硬 变薄的 三变这样的一个过程 随着我不断地接触 这个保护性工作 黑土地保护 包括这个玉米玉种 粮食产量 我就更加地深刻地理解到 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 有多么重要 敖曼所说的保护性耕作 就是保护黑土地 不受大风和雨水侵蚀的一种耕作模式 是敖曼与多名农客人员 经过多年视野 摸索出的一种 在玉米收获时 将全部或部分玉米接杆粉碎后 覆盖在地表 跟茶粒与田间 不做处理的耕作模式 看这结杆 这底下这不都是结杆 烂的一个痕迹吗 这四年的 这是环田四年的 四年的地块的话 你看咱整个这个土壤动物 明显较比正常的多 一敲下去就挖着了 这环田四年 全量环田四年的 这个秋蚓 它整个的话 可以上下的这个活动嘛 对吧 把它往下钻之后 然后就会形成那种孔洞 夏天的时候就让这钻出来 所以整个这个秋蚓 出量越多的情况下 这孔系节也就越大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有孔系的之后 有利于根的下渣也好 还有这个土壤 还有这个下雨之后 整个蓄水能力 特别舒适 对对对 欧曼说 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 是判断黑土地肥沃的标准 在实施保护性耕作的地块 不仅土壤动物增多了 耕层土壤中的有机质 也在以每年0.5% 到0.7%的幅度增长 但磷甲等养分 在耕层中大量积累 咋了 对面有点难度了 这个老不姓 这个覆盖非常不干 说啥都不干了 这个电话 是一个农技推广人员打来的 他说 村里的农户 已经习惯了传统的种地方式 休天收购后 每家都要翻地 坝地 会把地上的作物接杆 跟茶全部清理干净 或将接杆 打包做成动物饲料卖掉 如果把接杆留在地里 部分农户还是不愿意尝试 那么敖曼该如何改变农户的这种工作理念呢 现在虽然说保护性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广面积 但是现在并不是说每一个农民农户都意识到了 或者或者说还有很大一部分人 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位农民叫马文明 是敖曼团队推广保护性耕作的示范户 在敖曼的指导下 在自家地里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施种了50亩的玉米 受2022年雨水过量的影响 传统耕作地块玉米珠碎涨势不如往年 然而保护性耕作的地块不但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因为在地里保留了大量的玉米接杆 而将洗货丰收 就帮你带给多钱咱也不卖 小鞋你拿钱 卖了就是亏 卖了就吃亏 卖了一场利给你700块钱 三大块肥就差了550 完了呢 就今天被2020年那天头偏见是 他把那肥都脱走了 用这个节杆变成了有机物 有机物变成了肥 肥要没的包米能长吗 其实到马文明那儿吧 就是他以前也做这个保护性耕作 但是吧 他不是那种全量节杆还田 就部分节杆还田 然后今年的时候呢 是我们提前就和他沟通 你一定要把田 把这个节杆都留到地里 然后我们带你做 看一看怎么样子 他开始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认可 但是等我们出苗之后 我们再去的时候 他就不一样了 他说 那个老师你看 你看这苗出来怎么怎么样 就是感觉 就特别高兴 就是特别喜悦 明年呢 技术再调整调整 让他没有小事 要他都给他一二半的 都是要一二半的 对呀 看着这些颗粒饱满的玉米 马文明不禁在一群农技人面前 炫耀起 自己在保护性耕作技术方面的心得 欧曼说 土地生产一斤玉米 就会产出一到两斤的接杆 把接杆留在地里 就等于把一部分肥料留在了地里 马文明更是把接杆形象的 比作玉米生长所需养分 水分的储蓄罐 他出厂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甜头后 反而在传统耕作的地块 追悔莫及 二四龙的都吃老亏了 哪边啊 一样品种啊 都一样肥 这个就是那什么 没有基本的 你看一样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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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他那啥 你看看你那啥 看你那个什么 那个七龙那个对照的 七龙 水都一冲 都冲平了 冲平了 这种肥料的 从地里哗哗都一直往下流 你看这吹 冲着这小沟也是这样 你用结尾盖的时候 它就不会冲了 就没有结尾盖 它越冲越大越冲越大 最后就冲成那种大沟了 这一样肥料的 这个肥料的 这个肥料的肥料 这就是十万年 十万年当初 尊敬家指导天 为啥要你整个拢作对照 就是想让你这样做 对呀对呀 所以你看这二十四五 完了吧 十万年五千金 六千万元 不怕烙 我后续就问他了 就是我说 他看到棒的时候 我又问他一次 我说 我说你明年 能不能把结尾盖都留地里 他说老师你放心 我明年保证 把结尾盖全留地里 这是最好的地 这个大地道不先认可的 你这还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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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达盐都给你包的地 光是一只给你包咖啡 我说那还是拿包咖啡 那我来拿去 口地快揭出了大玉米 然而作为马文明的邻居 这位阿姨一开始 并不认可她的做法 然后你大概啥想 就是能看出来说 这个地还种得还行了呢 就除了那咱呢 就除苗 带苗多大的是吧 你我咋除了那苗 那老好了 你那家这么一户的 你那户人家都不缺苗 老好了 现在的话 如果明年要你种的话 你能这么种吗 真种啊 差不多少 你看今天这种啊 你看这还得差不多少呢 敖曼不止一次见到这位阿姨 每次见她 都会向她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然而 过去都以失败而告终 那么 这次借助马文明的成功案例 敖曼又能否说动这位阿姨呢 是不是 我的马性呢 咋样 马可不是咋样 是不是 嗯 明年能不能这么种 明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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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实话实说阿姨 这没事 明年真的这么种 马可不是这玩这地还需要不 是不是 多好啊 对啊 你看这大保姆 嗯 谁没心事就这样 是啊 是啊 还好了 阿姨 只要你能跟着这么就行呀 就证明我们成功了 老百姓 他自己 每一个小户 能够认识到了 那么 他们能认识到保性工作了 能认识到黑土地保护了 他们的粮食产量提升了 这个东北的整个黑土地 也就逐渐地变得 越来越肥沃了 你啥时候回来呀 哎呦 怎么办 我就行呢 你第一天就得问这句话 能不能一别视频 就问这句话呀 忙完一天的工作 敖曼给她的儿子 拨通了视频电话 由于白天 我们好好把握的关系 好的 你 点击 关系 我 我 给我 目前 这 我 我 都 你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农村在很大程度上 你会接触一些农民朋友们 其实就是我觉得 其实和种田的人 沟通的时候挺轻松的 如果你要能帮助他 你真心真意帮助他 你会很容易地 能够成为他的好朋友的 所以这个方面 就是我也愿意在农村待着 要是有的话 就把那块也挖一个吧 你看看这三种情况下 然后看它整个根系分布的 一个差异的情况 敖曼打算挖几个黑土层铺面 做对比研究 他说黑土层的厚薄 是评价土壤肥率的重要标志 黑土地在开垦之前 黑土层厚度一般为30到50厘米 有的可达1米 然而为了保护它 敖曼却不得不频繁地 挖开黑土土壤 加大监测评次 正常的话它30到40厘米左右的时候 不是应该有一个立体层吗 对吧 所以现在这个形式的话 就大概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左右 咱们现在看的话是没有了 而且根系的话是已经下扎了 你机械整地的过程之中 就有一个力和反击用力嘛 机械往下压的过程之中 那么就有一个向上的力 这样的话就会把土壤压实 那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说形成这样一个离底层 结杆覆盖环田之后 大概三到五年的时间 这个离底层基本就能打破了 打破离底层之后 根系下扎的就更深了 要想打破离底层 就得减少农机聚进地的次数 这波敖曼团队新进研发的 免耕波种机下地试验了 保护性耕作配套的农机浴 它是这个保护性耕作技术 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老百姓必然要实行机械化操作 那么你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 耕作和农机一定是相匹配 相适应的 这样这个保护性耕作技术 才能够走向老百姓 向更大的范围内去推广 这台机器是敖曼团队 免耕波种机的第三代产品 敖曼说免耕波种 就是相对传统耕作模式而言 省区耕地 坝地等环节 农机聚直接进地波种 最大程度地减少了 农机进地的次数 马大哥 那边的话就是 种得好的前提下 就是保护性耕作技术 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把前面整地这个机区调整 对啊 为了更好地让这台机具 满足农户的需求 敖曼专门邀请了马文明 来参与新机具的下地实验 我们是特意把马文明调过去 想让他来看一看 从他们这个农户的角度上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发现 就比如你要争取留点花 就把土能穿出去 然后呢这个高度呢 就是降下来 就是滚出一些土来 滚都不要了去了 滚都不要了去了 那就回去扎心改 那明天或者下午就能试 很显然 这台农机具没有达到用户的需求 它就是说 大体那个雏形上 是按照我们说的那个想法去做了 但是它还有一些小的细节上 并不是符合实际的需求 所以还需要完善 新机具成功下地实验 却得不到农户的认可 新品种实验又遭遇颗粒无收 傲慢该如何应对呢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这时候我整个的就给他选一下 选一下相当于 我把这个扫量的结果混到土里去 他叫关义欣 是敖曼的同事 在保护性耕做新形容机具研发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 为了加快新机具的修改进度 敖曼特意将关义欣 请到机械厂坐镇指导 这个机具的话 为了让它能够及时地示范和推广 必须在几年之前就完成 要不然你要等明年的时候 你就等于差了一季 差了一年 傲慢说 新机具在2022年收获之前完成 其实留给它的时间很短 因为玉米即将进入收获期 为了准确地测算玉米单产 它们不得不用人工的方式 一碎一碎地采收玉米 百万亩试验田的劳动量 将持续到冬季 这对于傲慢他们来说 是一个重复而漫长的过程 再加上动土以后 便不再适宜进行新机具的试验 那么在玉米采收之前 它们能否试验成功呢 那个机具从设计 到最后形成产品 还有若干的设计 然后试验改进 然后再试验再改进的过程 一般情况我们得经过 10到20次的这种试验 设计改造才基本定型 免根播种机重新下地试验了 但是这次修改装培 从用时上 似乎显得仓促了许多 短短一天时间做出的修改 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7公分左右 7到8公分 然后呢 因为现在土太湿了嘛 是吧 如果是秋天一分化平了 免根播种效果老好 这次冻土都老小了 这个应该是非常符合 咱们黑土土土保护的效果 来来来来 你看看 看看 你看看 这次下地试验效果不错 敖曼对心机器充满了信心 再次邀请马文明 来观摩试验效果 哥们 赖曼对心机器充满了信心 这回咋样 看见多效果行不行 多好事了 我以前我们车几手 一天都干五场地 这下我还行 滚滚 摸四季摸四季 所以效果一样就在这了 要干八场地到十场地没关系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就合理了 这啥呢 你现在整个这个效果呢 效果非常好 那都在那儿呢 这个机器如果要让 你要你要你要不要 那必须要的 做这个三台到四台 这都没什么 这都没受伤 农机剧的试验成功 让敖曼团队 2023年推广保护性工作 在家法宝 然而 2022年 试验田的新品种培育工作 却给敖曼出了一个难题 整体上受粉特别特别差 这基本上没受伤 你虽然虽然都套上了 但是它为啥也不伤 没有受伤粉就意味着长不出果粒 时间对于敖曼来说极其宝贵 培育一个新的玉米品种 至少需要六年的时间 每一次事物都会额外地增加一年的时间 那么敖曼该如何面对这些失败的试验品呢 由于气候的一些原因 就是我们整个自交系 包括节食 包括生长的状态都不行 没有办法 为了赶这个进度的话 今天海南我们计划是种两季 这样的情况下 就等于是把今年这一季 种的不好的那些材料 在海南能够找不回来 所以也意味着我们海南 这个整个工作量就要翻倍 来了 一起来了 来 把这个盾里面关中间 好 好了 那个孙老师今天这边放的乳粉 这边放的处本 那是我们初开认识 黑土地的眷顾 大自然的馈则 让这自产自食的玉米香软甜糯 这或许就是对像傲慢一样的农客人员 用汗水守护黑土粮仓 用科学技术帮助农民解决难题的最好诠释 我们自身身体一样去保护它 爱护它 这样是给我们后代留一份可耕的甜 我们养护它 它养护我们了 导致苞米子弟不成熟好吗 就大包包你瞅瞅 黄黄的 黑土地对于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来说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再要养好黑土地 而且也要用好黑土地 让东北的黑土地打更多的粮食 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 端在我们中国人的手里 欢迎收看由郑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